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亮丽的身形 戴玲的皮肤也是非常之好哦 这不夏天来临 熊戴玲也是贴心的为大家送上了夏日护肤小贴士 其实夏天更注重要保湿 女生保湿的话一年四季都要做 皮肤有水分够弹性的话当然会更漂亮 还有就是夏天的话也要注意防晒 不要因为是阴天就不防晒 阴天的紫外线也非常的强 有了这样轻轻的护理 怪不得总能保持美美的状态呢 而除了自己护肤 戴玲也是为老公郭可送的护肤操作了心 我比较在乎她的保养了 因为男生查东西都没有那么仔细嘛 所以有时候我会看不过去我就亲自帮她查 对对对 然后经常帮她敷一下面膜这样子 果然是很有嫌妻良母的feel呢 如今较为人妻熊带领也是少不了要在操制好家业的同时 也料理好自己的演艺事业 而她一直期待的状态就是家庭和事业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能保持平衡哦 应该也是 我希望是平衡吧 其实有私心想要工作再多一点时间 对 但是如果真的可能之后有宝宝那样子 但是希望可以尽量平衡吧 说到工作 去年刚刚结婚没多久的她 也是一如既往地泡在了剧组 跟奥兰多布鲁木等国际大派一同拍摄了一部动作片 极致追击龙凤杰 如今这部电影的上映宣传活动也是都被提上了日程的 我们下半年下半年我们之前拍的极致追击 跟奥兰多他们一起拍的这个电影就会上映了 所以会到时候会周围去做一些宣传这样子 据悉该片主要讲述了身怀绝迹的各路精英组成国际团队 互为一件神秘中国国宝的惊险故事 不知道带领此番演绎的又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对爱很执着的一个女孩子但是现在不能剧透 对突破的地方就是全是要讲英文 对要讲英文这样子是我第一次尝试的 然后也做了很多功课 对而且我们的班底也全部又是 全部都是外国的班底这样子 看来只能等影片上映再见分享了 而除了演艺事业 熊戴玲和郭可送这两口子 最近还在筹划着自创品牌做生意哦 那我跟我的先生现在在筹备一个时尚运动品牌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再过几个月就可以面试了这样子 因为我希望就很多女生会看我们 到底平时怎么去保养的 所以我就很希望所有的女生都可以运动起来 可以把自己的身材练得更加有形一些 不是一定要瘦但是要紧致 这样才会美要自信一些 然后你的生活也会更美好 看来戴玲也是要跨界做女强人了吗 我希望生意方面 因为毕竟我是比较头脑简单的 我不太喜欢做生意那么复杂的东西 所以还是交给我先生 那我自己还是注重我的演艺事业比较多点 他负责去所有繁琐的事情都去他想 然后我就穿穿衣服出来晃悠一下就好了 你不责貌美如花就可以了 上海报道